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约翰福音 今天我们继续第十讲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 一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不但里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延期 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珍拉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这个抹膏是当时社会表示欢迎和尊敬的一个礼仪 通常是把这个膏抹在头上的 大概是有一斤 一斤就是一粒的拉 按照罗马的这个重量单位是一磅 每一磅大概有12个盎司 也就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公斤之重 那么这个珍贵的珍拉达香膏 是一种昂贵的芬芳油膏 是产于印度名叫拿达的植物根井提炼出来的一个香油制成的 那么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 这个是犹大说的话 既然知道犹大将会来出卖它 那么为什么他要拣选犹大来做门徒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 耶稣给彼得有一样多的机会 给犹大也有一样多的机会 加略人的犹大 加略可能是指犹太地南部的一个小城 古代的时候 犹太人习惯用他们的出身地名来描写一个人 因此就称他为加略人犹大 后来他用三十两银子 原文是三百德纳利 相等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 一年的工资 周济穷人 这个是回耶路撒冷过节的人 通常他们愿意很乐意的行善的 并且也是那些真实的信徒 他们乐意去行的 老约翰当他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特别的做了一个注解说犹大他是一个贼 缺取公款作为他的使用 他又带着钱狼 犹大可能就是来精管 别人奉献给主耶稣跟给门徒使用的这些财物 但是那个老约翰的用意是指出来说犹大 这一个人他存心不良 说他只有想到钱的用途 或者他也可以趁机要来偷取这个钱财的 那么耶稣他说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意思是为着某项目的而来保存的 玛利亚必定是从主的话 过去耶稣已经预言了好几次了 大概十日不多了 所以玛利亚就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 表达他 也就是玛利亚对耶稣基督一个感激的心态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这是耶稣说的 那么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他们也是要来看到 从十里复活的拉撒路 这个并不是表示 主耶稣基督不关心穷人 其实他常常惦念穷人的需要的 原来这个大能影响了许多的人 他们也想要来看 真的那个死亡的拉撒路 他从十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传福音吸引人必须有两个秘诀 第一 你必须要彰显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要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 第二 我们的身上必须有从十里复活的真实经历 意思是我们必须要说我们的生命改变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传福音 必须要有的两个秘诀的 那么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中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居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名原文是女子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驴是一头温顺的动物 古代的犹太人在还没有普遍使用蚂以前 这个驴子曾经被用作为君王的作骑 由于他不像战马那么样的威风 所以圣经用驴和马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表明耶稣基督他的谦卑 他的温雅 耶稣来骑着这个驴居 他也就是还没有长大的 幼小的驴子 主得到骑这个驴居的经过 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那么西安的名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西安是指耶路撒冷城内的一座山丘 在这个地方是要作为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 也就是西安 这个预言是要说 当主耶稣为人的最后一周 进耶路撒冷来接受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 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于居住在地上 京城的属地子民的眼前 虽然如此 他并不是以一个威严显赫的样式来到的 而是和和平平 温温柔柔的来到 这是他骑着驴居所给人的印象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不认为 耶稣基督他就是君王 可是有另外的一些的犹太人 他们却是接纳 耶稣基督是成为王 进到耶路撒冷城的 那么耶稣他就说话了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是指主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死而复活 来彰显他荣耀的时候已经来到 那么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后来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在地里死是指麦子在土壤里头被水分来侵蚀 经过一段十日以后 那个外壳就会变成朽烂的一个状态 那么经过了发苗 涨税的一个生长的阶段 最后才会在税上结成了子粒 因此这个就是在说明 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亡 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复活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们也一样 照样也可以死里复活的 愿你荣耀你的名 意思是说愿你使你的名在全地被人来遵从 耶稣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是指父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为人传道行神迹 已经得了荣耀了 那么还要荣耀 这个还要荣耀是指什么呢 是指父神还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 要从死里复活 那么那个才是最后得到荣耀的 那么在当时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 哇打雷了 还有人说有天使在对他们说话 打雷 我们只有听到声音不知道他的意思 那么有天使就对他说话 也就是是话非话 是懂非懂 也就是当其他的那些人不太懂的这个含义是什么的 耶稣他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 被举起来是指主耶稣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 若这个字不是说不一定会被钉死 乃是说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 这个万人不是指所有世界上的人 不分国籍种族语言的人 包括犹太人还有外邦人 所以这一节的万人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会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他这个话是指明他将要以怎样的死而说的 虽然如此 官长却有好些相信他的 因此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虽然如此也就是有一些犹太人 虽然他们多半是不信 但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会被赶出会堂 那么这表示他们是怕人过于怕神 认人过于认主 看重地上的会堂过于天上的会堂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有些想要信 可是害怕别人因此就不敢信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是会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面说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说什么是指话语的内容跟传达的实质 讲什么是指话语的措止还有表达的方式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意思是神的命令是要赐给人永生 接受他的命令的人就有永生 拒绝他命令的人就要灭亡 神的命令没有其他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所讲的话 而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 所以接受他话的人就能够有永生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再会 下一次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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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